AI科技近年来是蓬勃发展 已被广泛地运用到了大数据的分析 有一份经由AI所做出来的分析指出 在去年19年全台350万的Z世代 在网络发演的报告 显示出这一群在1997年以后出生的年轻世代 他们享受金智雄的生活模式 注重娱乐、旅游 也追求精神和物质的双重满足 对于职场变动是持开放的态度 所以创业或是斜杠都是常态 像大家解说AI科技 使用在分析大数据的成果 小赖毕业后进入职场两年多 她和所谓的Z世代一样 会把新府赚来的薪水 花费在串流平台或是网络资讯的获得 以前家庭在管钱上面会比较严格一点 所以就是自己出社会之后 开始有领到钱之后 买一些以前可能被禁止的事情 或者是自己喜欢的事情 比方说我自己有在看动漫 然后我就会去买 就像是动画平台的这个串流 根据统计出生于一九九七年后的 立世代 全台约有三百五十万人 就有资讯公司透过AI 分析去年一整年 立世代在网络上 两千四百多万者发文 找寻他们的价值观及生活态度 报告显示 立世代正享受着 精致穷的生活模式 即使收入不多 仍旧很注重娱乐 运动等方面的满足 一些比较娱乐的或是休闲旅游啊 这类都会比较兴趣 比如说我自己可能会规划 每年可以出国一次啊 或是平常可能偶尔吃吃大餐这种 觉得可能要对自己好一点 所以从以往的学习到旅游 到一直现在的各式样的提升 生活品质 那包含享乐等等 这个是他们现在最重要的一个 我们观察到的价值观 这份分析还发现 立世代对高风险金融投资 具有强烈的学习意愿 并且认为医疗险是重要的 却对低报酬的储蓄险 不感兴趣 立世代很积极于交流找工作的讯息 对职业变动 持开放态度 创业或是斜杠都是常态 记得陈嘉欣赞台报道